Hello大家好 欢迎大家点进我的视频 我是老李 今天的我的后边和往常不太一样 我那个电视已经没有了 这不是端午节了吗 然后给电视放了个价 让他下楼去转转 开个玩笑 今天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个 我刚从小米油品这个网站买的一个东西 大概是500多块钱的这么一个小物件 然后并不是为了给他们做广告 主要就是由于雷军同事不是说了吗 他们想打造一个类似于 Muji无印良品这样一个品质的一个百货的一个商城 所以他们这些东西 虽然说你甭管是有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抄袭的痕迹也好 还是什么样的痕迹也好 起码他们在这个颜值上还是有底线的 不像是某些有一个大概叫拼跌跌的这个平台 他们的那个颜值 那的确是没有什么下限 刚开始我记得他们在 我就边说边给大家拆箱了 刚开始他们平台刚主线支出 那个时候就是我老婆比较感兴趣 然后就在上面换那个旅行箱 还真的是 零元就买了一个那个旅行箱 零元也不能叫买哈 就是零元就获得了一个旅行箱 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在微信群里大概是找了接近10个人来替他那个那叫砍价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说有了这10个人的助阵 最后他免费获得了这个旅行箱 旅行箱实际的质量呢 那实际上和100多块钱的旅行箱差不多 如果这样算下来 根据有一个概念叫做获客成本的一个概念 就是有很多网站 他们为了获得一个客户 他们会花一些钱 有的是30 50 最少的也是20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获客成本来说 那么其实呢 拼跌跌是比较聪明的 因为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价位 100多块钱就获得了十几个客户 大概是不到20块钱 这个是他的一个主体 然后也不跟大家卖关着了 这上面写的是一个投影机 是一个投影机 500多块钱的投影机 500多块钱的投影机 不是目前来说最便宜的 但确确实实还是像我刚才说的 它的颜值相对来说是有保障的 这里边有这些东西 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主体的这个大脑袋 也就是这玩意儿 上面有一个镜头 这么大个的一个镜头 两边呢 是两个三瓦的一个音箱 这个我觉得看起来挺像那个 我印象当中看过那个 EVA WAI 那个叫什么 那个动画片里边的 那个大概有这么一个形象 后边有这么几个接口 有USB口 有电源接口 还有一个HDMI的一个接口 然后这个我不知道是散热的还是什么 前面有这个它的一个logo 我就把这个搁在这儿 本来可能以为会有一些小的配件螺丝什么的 我还准备了一个盘 其实没有 电源盒里剩下的呢 就是一根这样的一个线 这端是一个就是很普通的那个充电头 还有两节电池 为啥给电池呢 因为它给了遥控器 这遥控器呢就是有小米的这个风格 我也不知道怎么用 那我现在就打开看看 开机以后这个大头就亮了 它就开始发光了 我就把这个 我的这个线给插上 然后现在呢 能够听到这个风扇的转动的声音 那我把它放到这个方向啊 它就能映出后边的一个图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亮度并不是很足 我需要把这个屋子里边的这个灯给关掉以后呢 它才能显示的相对清晰一点 那我现在我调一下 确实咱们是需要这个遥控器的啊 如果不需要这个遥控器上面这个东西 咱们没办法来选 选一下HDMI 我把HDMI的另一端呢 接到我的电脑上了 我看一下这样我能不能操作 那好 现在这个情况呢 就是我把屋里的所有的灯都关掉 然后窗户也都挡上以后 这个光线的一个状态 基本上我觉得是看清楚这些画面啊 这些都没有问题 分辨率呢也还可以 然后它投影机跟墙面 大概有这么远的一个距离 如果说你要把它当做第二台显示器来拓展你的画面的话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那么我现在呢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白天的情况 这是屋子里正常的光线的一个情况 现在大概是晚上六点的三十四分 然后呢我们可以大概的看清楚下边这些画面 比如说我可以用这个鼠标来点击我的硬盘 打开一些文件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我买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它跟普通的显示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 同时显示器呢本身是发光发光发射到发出来 然后通过我们眼睛接收这个光线 那么在我们的眼睛上有这个红膜 视网膜以及玻璃体 是吧 这些东西呢都是以这个液态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当他们接受了太多的强光 以及这种过多的这种能量光的刺激的话呢 我们的眼睛是很容易疲劳的 尤其像现在我们使用了那么多的一些屏幕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慢反射光 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墙面它也是在发光 但是它是通过它照射出去的光 这样的话呢我们看的话呢相对来说会舒服一点 如果你是长时间盯着显示器的话 现在这个声音呢是通过这个投影机来发出的 它的这个声音呢在这个苹果电脑里呢 已经变得不可调 如果我们要调声音的话呢 我们需要用这个摇动器来调整这个上面的这个声音 好现在这个投影机呢 它现在已经开始产生热量了 当我摸着它这个前面这个部分的时候 相对来说已经有了一部分热量 但是不是特别不是特别特别的烫 然后广告上说呢他们的这个镜头和里边这个发光的这部分呢 是一个主件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这个投影机有任何问题的时候 那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它扔了再买一个 因为它这种一体化的主件里面包括一些密封的一些镜头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产生图像的这部分是没办法更换的 然后呢官方说也就是他们说是大概这个能使用寿命是两万个小时 如果我们把两万个小时按照每天八个小时再使用 按照一年365天来推算呢 那么大概是六年多一点 尽管说现在有很多人他们使用电脑显示器的时间要超过八个小时 那么可能呢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把它推算为它的寿命可以达到五年 五年以后我想投影机这个市场肯定又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变革吧 好的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儿 如果你觉得我的推荐还有那么点意思 不要点赞和转发 拜拜